大家好 夏季这个杜砖花的生长是非常的活跃的 那么生长活跃就一定要给它补充足够的水肥 才能够有效的促进它生长 而在夏季呢 这个杜砖花它对水肥的需求呢 其实是其他季节的两倍左右 所以呢 夏季一定要及时的给你的这个杜砖花补肥 这样呢 可以有效促进它生长 如果夏季没有补充足够的肥料 会导致你的杜砖花的开花量大大的减少 至少减少一半以上 那么我们夏季应该如何给这个杜砖花施肥呢 那么首先我们一定要做好这个降温处理 因为温度过高的话 施肥特别容易烧根产生肥害 所以呢 我们要先把温度降下来 降温的话呢 我们可以给它进行遮阴 然后呢 经常喷洒水污降温等各种措施 做好降温之后呢 我们就要给它及时的补肥 而且补肥呢 要做好薄肥前施 最好就是在傍晚的时候浇水施肥 我们可以在浇水的时候 在水里面呢 给它加上一点 磷刷青甲 磷甲肥可以有效地促进它花芽分化 可以保证它开花的数量和质量 那么我们在浇水的时候呢 放上磷甲肥 然后呢 定期给它浇灌 就可以有效地促进 你的这个开花了 当然我们在除了用磷甲肥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在盆涂表面呢 给它撒上一点缓氏肥 缓氏肥的话肥效比较温和 不容易烧根 我们只需要做好降温措施 然后在盆涂表面呢 撒上一点这个缓氏肥 那么再加上这个 你说要请讲 那么你的杜磷花开花量呢 就能够得到保证了 那么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夏季给杜磷花施肥 大家必须要做好的这一些工作 好了 我们下次再见